从小在我眼中 我妈妈就是一个女主人的典范 她很喜欢在家举办聚会 招待客人 这些聚会就创造了很多温暖的时刻 我常常能看到 在我妈妈的招待下 本来互相不认识的朋友 就变成非常好的朋友了 而且我的妈妈非常擅长 高明的化解尴尬 总是能照顾到每一位客人的心情 这些事情让我既深刻 也在我心里埋下了礼仪的种子 所以对我而言 礼仪的核心精神 就是让你在一起的人觉得很舒服 在2012年 我刚刚创办瑞亚礼仪的时候 很多中国人对礼仪的了解 还停留在礼仪小姐 空城等服务类型的行业 那我觉得我的一个任务 就是让大家重新了解礼仪 不是说要让中国人学欧洲礼仪 我倡导的是国际礼仪 让大家学会如何在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环境和人际交往中 尽可能地做到恰到好处 不管是东方礼仪还是西方礼仪 初心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从内心到行为表现 真正地去尊重他人 尊重你自己 尊重做事 做人的规则 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接触到很多上层社会的人 但是我一直相信 礼仪并不是专属于精英的 她不是去区分文化或者阶层 但是要让人们汇聚在一起 彼此感受到包容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中国人 长大在香港 但是很小的时候 就出国去美国去念技术学校 在不同的文化间穿行 我更加感受到中国是尤雅的独特 印象很深刻的是 在我小时候在香港 每一次在餐桌上 看到谁的茶快喝完的时候 我妈妈就会在餐桌底下 轻轻拍我一下 提醒我 所以在后来 就成为我一个反射户一样的反应 现在只要看到餐桌上 有任何人的茶杯或者酒杯快空了 我就会起身给他们倒上 这些言传身教的传统 在我看来就是礼仪的传承 中国式优雅是低调不张扬的 是让你看不到 却可以感受到的体贴 这和礼仪的核心精神 其实非常一致 会让你身边的人感受到舒服 也会让你做人做事 非常的流畅 就是假大 不忘记 opini,按t订阅 俺们会订阅 新频道和一年 得通过 有感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